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品大多都是安静的恒定的一种状态 追求的是一种永恒 而贝尼尼则反其道而行之 他喜欢去捕捉人物瞬间的一个姿势、表情和情感 贝尼尼全名乔凡尼、洛伦总贝尼尼 最多的一个艺术作品 这个雕塑的亮点在于山羊的皮毛 不过十岁的贝尼尼已经可以很好的驾驭了这种细节了 所以贝尼尼年少成名、性格开朗 21岁的时候贝尼尼就遇到了人生第一个伯乐 那就是红衣主教西皮奥内伯盖赛 他委托贝尼尼创作了四件雕塑 用来装饰自己的花园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作品 讲的是一个泡妞未遂的一个故事 贝尼选择一个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 在神话故事中 冥王看上了古物女神的女儿 她追求的方式也很直接 就是硬抢 一把就抱起了撒腿就跑 而那软弱的小妞正在无力挣扎着 贝尼非常善于用坚硬去表达柔软 用大蕾丝等坚硬的材质塑造的雕塑 想要表达柔软的感觉是非常难 因此贝尼尼的方式就是用触摸的瞬间去表现 描绘了冥王双臂环绕美貌的少女 想要截走她的那个瞬间 在刻画少女吹痰可破的肌肤的时候 贝尼尼让冥王的手指都掐进了少女的肌肤 这成了整尊雕塑的点睛之笔 表现出了少女身体的柔软 感觉大理师在贝尼尼的手里就像豆腐一样 随便可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再来看一下贝尼尼的这部作品 《阿波罗与达夫尼》 这件作品可以说是贝尼尼年轻时的巅峰之作 依然取材于古希腊的一个故事 阿波罗爱上了达夫尼 但这姑娘死活不愿意 阿波罗就死追死追 一眼看就要快追到了 达夫尼便向父亲和神求助 和神只能将女儿变成一个乐规书 贝尼尼所选取的这个题材的瞬间 就是阿波罗碰触到达夫尼的那个瞬间 他已经开始变身的一个时刻 变成月桂树的这个时刻 两个人的纠缠形成了非常漂亮的螺旋性结构 无论从人的体型还是树枝的细节 都堪称完美 阿波罗碰触到达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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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好形成了一个斜着的十字形 支撑住了整尊雕像 这种非常不稳定的斜对角构图 充满了动感和戏剧冲突 仿佛下一秒的大卫 就要将手中的石头指引出去 脸部的刻画更是精彩 大卫紧张地咬着下唇 双眉颈皱非常的带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贝尼尼三十岁不到的时候 就已经拥有了艺术家所梦想要的一切 沃尔班巴士龙登教皇 十分欣赏贝尼尼的才华 并和他成为了好友 沃尔班巴士把他封为罗马城的规划师 还被任命为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 这个时候贝尼尼才三十岁出头 尾头的所有的项目中最为奢华的一个 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的青铜华盖 华盖的上方是由米开朗基罗设计的一个穹顶 下面埋葬的就是圣彼得 就是耶稣的第一个大弟子 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块地方比这个更神圣呢 所以教皇必须把它装饰得美轮美欢 贝尼尼一共用了近十年的时间 完成了这件巨作 华盖的四根青铜柱 所属于所罗门柱石 所谓的所罗门柱石 其实就很像麻花 就是螺旋性质的慢慢的向上扭转 其实青铜华盖呢 并不是单单一个雕塑 里面还牵扯到了很多建筑的原理 在建筑这个方面呢贝尼尼显然是一个外行 幸好呢有一位建筑家呢帮了他很多 他就是贝尼尼一生的禁敌波洛米尼 可以这样说呢 青铜华盖是贝尼尼和波洛米尼一起完成的 但最后呢贝尼尼一个人呢把功劳全部都揽了 因此呢两个人就结下了仇 并纠缠了一生 后面呢我们单独会讲波洛米尼和贝尼尼 这个纠缠一生的一些故事 好了这期课我们就上到这 下期课呢我们继续介绍 并领域的他的一些旷石奇作 我们下期课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